大家好,我是安宁 记得小时候在看一修的时候 片头曲里啊,总是在唱着 那时候一直在学唱这首歌 后来学了日语之后才知道不是什么 而是好き好き 意思呢,就是喜欢 后来看了蜡皮小新 蜡皮小新的爸爸 他老是先小心啊,动作特别慢 告诉他,你别老磨蹭啊 那个时候说的日语就是 那么当时就觉得和中文里边的 磨蹭的磨发音好像 在日本的时候呢,我有一个上海的朋友 他老公是日本人,完全不懂中文 而朋友的妈妈呢,是地道的上海人 不会日语 但是两个人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 比方说,妈妈要给孩子洗澡 那么希望这个女婿给他烧热水 上海话管洗澡叫做大鱼 这个女婿呢,一听就明白了 因为日语里面的热水叫做鱼 也就是写作汤 那更有意思的是 我在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当时是1987年 我看到了一个水龙头上面 写着热汤两个字 当时我还想呢 我说呀,日本好新鲜 打开水龙头就出热汤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鸡汤 后来才知道是热水 我们知道 日文的文字呢,叫做假名 因为古代的日本 把汉字当作权力的象征 所以称汉字为真名 就是真正的名字 在之后 为了模仿汉字 而在汉字的基础上 创造出来了假名 平假名就是把汉字写成了草书 字体圆润平和 片假名是为了取汉字的一个部分 而形成的 所以它叫做片面的意思 就是片假名 字体呢,就如汉字 横平竖直 在古代 因为平假名很圆润 一般女人用得多 所以它叫做女手 女人的手 片假名铿锵有力 男人用得多 我们看一下这两张图 第一张是非常圆润的 这个就是平和的假名 就叫平假名 第二张横平竖直 就是片假名 汉语里一共有六个原因 日本人学中文的时候呢 它有两个音 它发不太好 第一个就是呃 第二个是员 那么他们发呃的时候呢 就因为发不好 所以经常说 我饿了 就说成了 我呃了 呃倒了 但是日语的原因 非常简单 只有五个原因 只要你嘴不要张得很大 很突出就可以了 记得小时候 在看阿信的时候呢 阿信学五十音图 就一直反复背诵着 如果你想把它变得有一些声调 起伏 所以日本人也经常把它们读成 汉语里有汉语拼音的图 日语里的拼音图就叫做五十音图 它在古代呢 是为了和尚抄写经文 而总结的五十个假名 那么我们一想到了一休 就想到了京都 寺庙 琵琶湖 京阁寺 朝鞋经文 在古代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然后经过朝鞋 又传入到了日本 所以日本的宗教 主要是佛教 和它自己的神教 如果有人问啊 说京都和奈良什么多呀 那一般的回答都是 寺庙和神社多 那如果有人再问你说 东京什么多呀 你可千万别说 人多 因为大家都在说人多 因为东京有东京湾 还有几条很大的河流 比方说江户川 御田川 所以呢 东京桥多 我们来学习一下 这五个原因和假名 阿的评假名 起源于汉字的安 安宁的安 所以阿的这个字形 就像是安一样 很圆润 很圆润 片甲名的阿 起源于阿信的阿的偏旁不守 所以它就像是一个耳刀旁 一的平甲名 起源于以前的乙 它的字形呢 就是去掉了以前的乙的右边的人 留下的左边 那你写的时候呢 要比较圆润 片甲名的一呢 就是一个丹利人 我们从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出来 现代日本的书写 主要是汉字加上了评价名 这一张呢 是一张绘马 绘马的意思呢 就是绘是绘画 那么它就像做一个马一样 把你的心愿写在这一张小木板上 然后 马带着你的心愿到神那儿 去祈求它成功 如愿 第二张图是一个染发高的说明 像英语 法语 德语 葡萄牙语 荷兰语 意大利语 等等 这些来自欧洲的外来语 日本就用片甲名 那有些人就问我 说能到中文不是外来语吗 的确 但是别忘了日本人 把中文 把汉字当做了真名 它叫做真正的 所以说 日本也是在一直学习我们的中文 他就不觉得中文是外来的 而觉得他是他的祖先 但是像这些 后来从欧洲来的语言 就叫做外来语 所以用片甲名来标识 我周围有一些人呢 他们就说 你看日语里边有汉字 但是这个光懂汉字 也不能够完全猜出来 它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 我在二十多年前 就是九几年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人 他说 有人从日本给他带了一袋吃的 里边有一个小的塑料袋 那么上面写了一堆日本字 其中只有一个汉字 就是食 食品的食 他以为呢 是让他吃 他说 哎呀 这要是让我吃的话 是不是把它要打开 然后当做调料呢 他就把它打开了 当做调料 结果呢 差点吃出病 后来才知道是肝燥剂 那么上面的日本字 是不能 和那个汉字食 加在一起 叫做不能食 也就是不能吃的意思 所以说 虽然日语里面有汉字 但是不懂假名 可是不行的 那么用这两个假名 我们学习一个单词 叫做爱 爱心的爱 这个音和中文的发音 非常相近 这样的单词 叫做音读 也就是 发音来源于中文 和中文非常相近 日语的声调 没有中文当中的四声 那么复杂 它呢 只有高低之分 只能说 第几个高啊 比方说 第一个发音高 就是前面高 那就叫做一 第二个发音高 就叫做二 经常有人问我 说日语里面 我爱你怎么说 其实作为 东方文化的日文 表达方式非常含蓄 一般都说喜欢 特喜欢 说爱的时候呢 不多 表达方式 它比较淡然 不是那么浓烈 所以爱 一般表示的 就是爱心 或者就是一些 女孩子的名字里面用 同样 日餐也是很清淡 吃鱼多 所以据说 中国是大陆 总体肉类多 那么筷子呢 是为了加得住肉 所以筷子的头部要粗 韩国呢 因为古代它肉类少 全家把这个一块肉啊 炖成汤来喝 那么它就用勺子 比筷子会更多 而它的筷子要更长 而日本呢 是吃鱼多 为了方便挑出鱼刺鱼骨头 筷子的头部就非常细 所以日语的筷子里 就有细的反应 还有 因为饮食清淡 不太喜欢油 他们把油 就叫做 阿布拉 所以日语的这个三点水的油 就叫做阿布拉 阿布拉 阿布拉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单词 意 也就是两个意结合在一起 意 它是一个降调 意 也就是第一个高 意 意的意思呢 是好 行 可以 但是也有行了 不要了的意思 过去我在日期工作的时候啊 有一天来了两个日本人 我问他们 喝红茶还是喝咖啡呀 他们就说 意 哎 我当时我还想呢 怎么喝这么多呀 就沏了两杯咖啡 两杯红茶 一共是四杯 我拿着这个托盘 端进这个会议室的时候 他们的当时的表情非常惊讶 当然我也想不对 应该是不要 我又端出去了 所以说 很多的日本人 他去外国旅游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说意 来表示拒绝 一定会说no 因为害怕误会 所以 意的意思是好 行 可以 也有不要了的意思 行了的意思 意 意 乌的平甲名 起源于宇宙的语 字形就像是 把这个宇宙的语啊 写简化了 写圆润了 偏甲名的乌 也是起源于宇宙的语 学法呢 就是 更加的让你感觉到 横平竖直 A的平甲名 起源于 衣服的一 写法就像是 把衣服的一 给简化了 偏甲名的A 起源于长江的江 去掉了三条水 所以就留下了 右面的工作的功 我们把一和A 结合在一起 学习下一个单词 叫做 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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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读快了呢 也是一A 稍微有一点连音 但是不能变成一个音 它的汉字是家 意思就是 家 房子 一 我们从发音上 不是字形上 是发音上联想是一个 而A 在单词的造词法里 它表示方向 可以联想成中文的 挨着的挨 A 就是挨着的挨 方向 也 就是一个挨着 一个依靠的地方 就是家和房子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一个甲名 就是一个音节 不能把它拼成一个音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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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里还有一个表示 不的说法 它是把声音拉长了 叫做 也 也 下面 汉字是上面的上 意思是上面 乌是宇宙 A是挨着 叫做挨着宇宙 就是上面 其实我们看日剧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 日本的姓氏里 什么田中啊 田上啊 河边 好像都是用地名来表达的 日本的姓氏 一共是三十多万个 美国是一百多万 世界第一多 而日本是世界第二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姓氏呢 因为日本的古代 基本是按照人居住的地方 随便起姓氏的 就像我们随便起名字一样 我在日本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学生叫做王子 他说呀 他的家里的祖籍是中国人 姓王 加入日本国籍后 起了一个日本式的姓 在这三十多万个姓氏里 有很多古怪的 比方说刚才我们所说的王子 就很特殊 还有一些什么 我孙子呀 牛粪啊 一二三啊 五十呀 我曾经在学会上 遇到一个日本人 他叫做一二三四郎 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姓一二呢 还是姓一二三呢 他回答 我不可能姓一二 因为一二如果是姓 我就要叫三四郎 三四郎就说明我妈 生了三十四个男孩 我是那第三十四个男孩 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哦 哦的评价名和片价名 都起源于汉字 于是的于的繁体字 评价名的字形 就好像是一个人在发音发哦的时候 这个嘴形 哦 这个嘴形是个圆圈 片价名的哦 就像是中文的才能的才 我们再来念一遍这五个原因 发呜的时候呢 不能说呜 稍微的 嘴不能张开 不能突出 你就很清淡的读 下面我们学习第二字架名 像这样的原因不一样的五个组合 就叫做行 所以 按照第一个字母来起 就叫做 我们刚才学习的第一个 叫做阿衡 现在学习 发呜的时候 嘴不要太往前挪 你不要读成 发呜的时候 不能像中文那样 把呜发得太重 主要着重于后面 我们中文是k 所以你k发得很重 前面重 而日语着重于后面的a 所以要发成k 你看中文 k 日文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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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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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假名的字形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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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源于汉字加 评价名咖 是利其的利的 右上边写一个点 而且它要写得很圆润 而评价名的咖 就是利其的利 从字形上来看 咖的意思就有添加的加的意思 从翻译上来看 咖从添加的加来 那中文的加加 假加的汉字 都有可能会读成 咖 我在京都大学念书的时候 有一位学姐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一位学姐 是上海人 她叫做许家美 用日语读呢叫做 就成了上海话当中的 翘铁皮 所以请你记住 美丽翘家人的加 也会读成的是 咖 阿和咖组成了一个单词 叫做 阿卡 前面高 阿卡 是个降调 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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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汉字写赤 阿是原因当中 关嘴形里边嘴最大的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上面 因为上面有太阳和月亮 所以它还有第二个意思 叫做明亮 阿卡 是添加 阿卡 是明亮 添加 意思就是 红的 火红的 阿卡 阿卡 日本每年的年底 有一个红白歌会 红总是女的 白总是男的 阵容非常庞大和豪华 互相比赛 它就相当于 是日本的春晚 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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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和豪 组成了 阿 阿 阿 就是清 阿是上面和明亮 发豪的时候 嘴形是一个圆圈 所以豪的意思就 圆和大 它又不像 阿那么大 但是它也是一个圆圈的 和一个大 奥的意思是 上面的圆的 大的 你想想地球 就是一个圆的 我们看到的蓝天 并不是一条直线 就是一个圆润的 一个感觉 就是蓝天 所以奥的意思 是蓝色 也是红绿灯里边的绿色 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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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的单词 最后以一 结尾的单词 都是形容词 也就是 以某种形式 所以 阿卡到后面 接上了一 就变成了形容词 是红色的 火红的 阿卡 是红色 阿卡 第二个高 阿卡 就是红色的 同样 阿卡 蓝色的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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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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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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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量rose 起源于汉字几个的几的繁体字 评价名key是把几简化和圆润了 片甲名的key就像是两个向右上的横 然后中间加一条纵穿它们的斜线 key的片甲名如果把斜线写成了竖线 就好比一棵树 所以日语的树木头就叫做key key ku的平甲名和片甲名都起源于汉字永久的酒 平甲名ku像是一个左边的尖括号 所以从字形上来说也有方向的意思 片甲名ku就是永久的酒去掉了右边的这一纳 因为ku起源于酒 数字的酒也翻译成ku ku 在日本不喜欢的数字有四和九 一般喜事的时候呢送钱送单数 一和三最多 三千日元就比较普遍 也就是折合人民币一百八十块钱 丧事的时候送钱就要送偶数 还有在日本举例的时候特别喜欢三 日本三井 日本三大岛 日本三大什么什么 还有我在日本的时候经常被问到 世界三大美人是谁呀 我回答 当然不知道 我们中国是四大美人 四大什么 那日本人说的世界三大美女 是谁呢 是埃及艳后 杨贵妃 还有一个日本平安时期 也就是一千多年前的和歌的歌人 我们叫做诗人 就叫做小野小丁 所以小丁就成了美人的意思 我们再看一些化妆品啊 化妆品的这个商店啊 他们就会用小丁 小丁就是美人 カ和ク组成了カク カ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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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添加方向 动词的血 画 脑 都是添加方向的动作 カ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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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意思是写 画 脑 下面 K K的评价名 起源于汉字 计划的G 评价名K 起源于汉字 介绍的G 我在日本大学里面 教留学生日语的时候 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啊 他早上呢 是在渔场打工 那他的日语呢 就是一个初级水平 他说有一个日本人 在他后面一直在说话 听着呢 就是非常温柔 估计对方在说 什么什么什么 MASUKA 什么什么MASENKA 什么什么MASU DESHIO KA 然后 突然就说了一句 DOK 他马上就给他让到了 其实DOK 是日语里的躲开 当然跟中文的发音非常相像 DOK 所以K 从发音上就有开的意思 DOK 就是和中文的无音非常相像 KO KO的评价名和片甲名都起源于汉字自己的己 凭甲名KO 是把自己给简化了的这种圆润的写法 凭甲名KO 就是采用了自己的己的上面的部分 从KO的汉字起源就可以推测出来 KO的意思是 自己 我 这个的J 还有小 因为尊他而字迁 所以自己是小的 那你也可以按照中文来联想 叫做KO门的KO 两个KO加在一起 K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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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KO是自己的己 这个 第二个KO是中文当中的框架的框 引申为圈起来的地方 就是地方 KOKO 这里 K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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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今天学的两行甲名 先看着评价名的对照表 再念一遍 再念一遍 对照片架名的表 再来念一遍 A A I U E O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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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A I U E O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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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希望大家对照图的书写顺序 多练习一下评价名的写法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 每一个假名最少要写十遍 这样 我们在下次上课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轻硬手 假名还要结合单词一起记忆 也就是说 假名要在单词中记忆 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好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うなら